B肚炎头疼特别严重 病人往往是难以忍受 那么首要要解决的就是说 缓解了头疼 最好的办法首先也是用了药物控制 如果是由于阻塞引起的 我们主要还是用鼻喷的一种药物 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减充血剂 也就是缩血管的药物 叫塞罗作灵或枪甲作灵 这两个药物就是我一喷了以后 鼻腔马上通气了 快速缓解这个头疼的就是说 我们要让鼻痘引流灯通畅 能粘膜水肿消退 就是我们有两种药物 这两个药物作用都是一样的 一个叫枪甲作灵 一个叫塞罗作灵 喷了以后很快鼻腔就通气了 这样的话它引流了 分泌用能排出来了 疼痛就能缓解 当然还有一种就疼痛 就是特别严重 病人耐受不了 我们可以对症治疗 我们也止痛的药 那么市场上还有一种药 大家老百姓都知道 就是叫低鼻径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提倡用这个药呢 这个药缩血管缩得太快了 往往病人一旦头不舒服 鼻子塞 他马上就一喷 一喷马上就通 他就把这个药物就装在口袋里 只要不通他就用 但是这种药物用时间久了 他会成瘾 就跟毒品一样 你脱离不了了 再让他缓解这个鼻腔通气 就非常难了 所以缓解头痛 首先主要是要让他通风引流 通气 主要用着我前面说的这两个 一个塞罗作灵 腔甲作灵 但是这类的药物 连续用药时间 不能超过七天 就是用了七天以后就不能再用了 因为这类药物用时间久了 都会造成依赖 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名词叫 药物依赖性鼻炎 就是因为这个产生的 所以这类的药物 只要一喷马上鼻子通气的这类药物 就是缩血管的药物 都是不能常用的 那过去没有这类药物 他用了一个药物名叫麻黄素 有些叫肤麻地鼻液 这是也是很多院常用的 就是不通的时候又会缓解的 但是药物不能常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